本周要介绍的创销书是获得博克莱七日创销榜第53名 成品书店双周创销榜心里力之类第10名 书名叫做《最后一次相遇,我们只谈喜悦》 The Book of Joy 作者达赖喇嘛 戴斯蒙图图 道格拉斯·亚布拉姆 出版社天下杂志 出版日期2022年7月6号 长距纽约时报创销榜 全球授权于40国语言 英美热销近百万册 两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 五天相聚 解答一个永恒的问题 分享如何穿越苦痛 重启喜悦的智慧 经历痛苦与失去之后 人能发自内心的快乐吗 面对生命中各种无法避免的磨难 该如何超越痛苦 拥抱喜悦而活 心智与心灵上该要有怎样的特质与观点 才容易感受喜乐呢 如何让喜悦从一种稍纵即逝的感受 化为永恒的存在呢 人生最终该靠什么获得满足与意义呢 上千个来自全球的提问 最多人的问题并非如何找到喜悦 而是在充满各种苦难的世界 真的可能活在喜悦中吗 两位深受全球景仰的心灵导师 却同样经历一生的苦难 达赖喇嘛24岁就被迫流亡 近60年无法回家 却仍拥有最有感染力的笑声 图图大主教一生对抗种族隔离暴行 目睹人心的丑陋与绝望 却坚定带领南非走向宽恕的慢慢疗伤之路 筹划一年以庆生为由 他们两人在印度达兰萨拉相聚五天 这可能是一生中最后一次相见 他们却选择毫无保留的 回答来自全球上千个关于喜悦的问题 年近90 他们共同的体认 人生无法免除必然的苦痛与心碎 但是若能怀抱喜悦而活 即使困苦也不会变得冷酷 虽然心碎也不会因此崩溃 快乐无法外求 喜悦是一种面对世界的生存方式 大主教从未自称圣徒 达赖喇嘛也称自己只是一介僧侣 他们的人生向往 与你我并无不同 两人的人生看来充满混乱与苦痛 却能在其中寻得平静 勇气与喜悦 他们说苦为人所不能免 但我们可以选择如何面对苦痛 我们都能学会在充满挫折与苦痛的环境 依然怀抱喜悦而活 书中除了两人时而幽默斗趣 时而深刻感动的对谈 分享他们对人生的体悟 与许多真实故事 也从探讨喜悦的本质 结合科学实证 分享跨越负面情绪的方法 包含嫉妒 恐惧 孤独 焦虑 失去的苦痛等 到获得喜悦的八大心灵支柱 分享他们穿越苦痛的智慧 同时列出他们日常安顿内心的功课 让读者也能练习感受喜悦 这本书不属于任何宗教 任何族群 这本书属于你 你值得很久的喜乐 喜悦 达赖喇嘛遇见图图主教 Mission Joy Finding Happiness in Trouble Time 纽约翠备卡影展世界首映 全台8月5号温暖上映 两位领袖在达兰萨拉会面的 珍贵影像权记录 与他们一起辩证喜悦的本质 享受欢笑与友谊 看见穿越痛苦 从悲伤中复原的智慧与希望 作者简介 达赖喇嘛 是藏族人民和藏传佛教的精神领袖 1989年获颁诺贝尔和平奖 2007年获颁美国国会金职奖 1935年出生在西藏东北部贫穷的农家 2岁被认定为达赖喇嘛转世 达赖喇嘛常年热心倡导 用世俗方法培养人性基本价值 30多年来不断与各领域科学家对话与合作 达赖喇嘛四处游力 推广慈悲 跨信仰理解 尊重自然环境 与世界和平 目前他流亡在外 定居印度达兰萨拉 戴斯蒙图图 南非荣誉大主教 在南非追求正义 与种族和解时期 成为号召运动重要领袖 1984年获颁诺贝尔和平奖 2009年获颁美国总统自由勋章 1994年受曼德拉指名 出任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主席 开拓新做法 使历经内战与压迫的国家 得以向前迈进 他是长者领袖组织创办主席 聚集全球领袖商议和平与人权问题 世人公认图图大主教 是良心的声音 道德的指标 也是希望的象征 他深切关怀世界各地人民 教导爱和慈悲 道格拉斯·亚伯拉姆 是作者 编辑 也是出版经纪人 idea architect 创办人 兼执行长 协助理想家打造更有智慧 健全正义的世界 道格担任图图大主教 共同作者和编辑 已超过十年 他曾担任 Harper Collins出版集团 资深编辑 也曾在加州大学出版社 担任宗教书系编辑 他坚信书和媒体的力量 可以催化下一阶段的全球文化革新 他现居加州圣克鲁斯 内容试读 作者序 凝视圣者的眼睛 发现喜悦全员 我们抵达小机场 走下飞机 轰隆的引擎声震耳欲聋 喜马拉雅山白雪覆盖的山峰 在我们的背后若隐若现 两名老友互相拥抱 大主教温柔捧着达赖喇嘛的脸颊 达赖喇嘛撅起嘴唇 做事要给大主教一个相吻 这一刻洋溢着莫大的爱惜和友谊 为了这次会面 我们准备了整整一年 心里相当清楚 这一场会面 很可能对世界别具意义 但我们从来没想到 对他们两人而言 相处一星期代表着什么 印度达兰萨拉 是达赖喇嘛流亡时的住所 把这一星期间 在这里进行的不凡对话 记录下来 是深切的荣幸 也是令人未确的重责大任 我尽力在这本书中 与各位分享他们亲密的对话 期间充满了无尽的笑声 也有因为回想起所爱和失落 片刻的深沉寂寞 两人虽然只见过六次面 但心有灵犀的程度 远超越几次短暂的会面 他们都把对方 视为自己心灵的顽皮兄弟 他们以前从来没有机会 相处这么长一段时间 沉浸于彼此友谊带来的喜悦 以后恐怕也很难 我们谈话的同时 死亡沉重的脚步声 始终不曾远离 我们的行程规划 不得不更改了两次 因为大主教必须去参加其他主教的丧礼 健康状态和国际政治 双双妨碍两人相见 我们认为这很可能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了 那一周我们坐在为保护达赖喇嘛眼睛 经过细心调整的柔和灯光下 四周环绕着五台摄影机 我们努力深入理解喜悦 同时也探讨生命中许多最深刻的议题 我们想找出真正的喜悦 不必仰赖外在环境的无常 我们知道势必会碰到重重阻碍 这些阻碍常常让喜悦显得遥远缥缈 他们在对话中列举出喜悦的八大支柱 四个属于思考Mind 四个属于心灵Heart 这两位崇高的领袖 在最重要的原则上达成共识 也提出一些深具启发的不同看法 我们希望综合两人的洞见 帮助读者在这个变化无常 伤痛凭人的世界 寻得长久的快乐 每天我们都有机会 一边搓饮温热的大吉林红茶 一边剥饼来吃 是藏人常吃的那种饼子 负责拍摄访谈的所有工作人员 都受邀一起共敬这些日常茶点和午餐 有一天早上更特别 达赖喇嘛居然邀请大主教 到他的私人宅邸参加禅坐修行 大主教则为达赖喇嘛进行圣餐礼 这个仪式通常只保留给 有基督教信仰的人 那一周的最后一天 我们在西藏儿童村替达赖喇嘛庆祝生日 这是一所供逃出西藏的儿童就读的寄宿学校 因为中国政府禁止境内学童接受藏族文化和语言教育 这些孩子被父母送出来 在向导协助下翻山越岭来到这里 向导答应他们会把孩子送到达赖喇嘛的学校 很难想象这些父母送走孩子时的心碎 他们都明白若能再见到孩子也是十年后的事了 更可能再也无法相见 在这所充满创伤的学校里 两千多名学生为达赖喇嘛发出热烈喝彩 看着一项信守教义不能跳舞的达赖喇嘛 被大主教压抑不住的律动给怂恿 第一次尝试摇摆其舞 达赖喇嘛和大主教是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两位精神导师 也是我们的道德标杆 他们超越自己身熟的传统 发言之时总不妄想到全体人类 他们表现出勇气与任性 对人性怀抱坚定希望 拒绝向时下几乎吞沐我们所有人的犬儒主义低头 鼓舞了数百万人 他们的喜悦显然一点也不随便浅薄 而是经过了逆境、压迫和奋斗 从烈火中淬炼出来 达赖喇嘛和大主教提醒我们 喜悦、Joy是天赋与人的权利 甚至比快乐、happiness还要根本、喜悦 那一周期间大主教说比快乐大得多 人们常常觉得要靠外在环境才会得到快乐 喜悦不用 这种思考以及心灵状态 更接近达赖喇嘛和大主教认知的生命来源 以及人生最终要靠什么获得满足和意义 这段期间的对话内容 达赖喇嘛称之为生命的目的 最终的目标就是要免去痛苦 发现喜悦 面对人生无可避免的忧伤 该如何怀抱喜悦而活 他们对此分享了得来不易的智慧 一同探讨我们如何能让喜悦 从一种转胜即逝的状态 化为经久不损的特性 从一种非逝的感受 化为很久的存在 把这本书看成生日蛋糕 这本书最初想象的架构 就是一块三层生日蛋糕 第一层是达赖喇嘛和图图大主教 讲授喜悦的道理 我们每天面临各种烦恼 早上通勤塞车的不满 无法供家人温饱的焦虑 对惹毛我们的人生气 因为失去所爱的人而忧伤 病痛的蹂躏 死亡的深渊 真的还有可能保持喜悦吗 我们该如何接受生活的现实 不加以否定 反而学会超越 无法避免的痛苦和磨难呢 就算生活顺遂 有这么多人在受苦 极度的贫困 夺走人们的未来 暴力与恐惧充斥街头 生态浩劫 危及地球的生命力 我们如何能活在喜悦之中呢 这本书想尝试回答这些问题 以及其他更多的疑问 第二层是科学对于喜悦的最新发现 以及科学家相信 攸关快乐能否长久的那些要素 随着脑科学和实验心理学 有新的发现 现在我们对于人类的繁荣 多了很多深刻的了解 这次行前两个月 我和神经学家理查大卫森 共进午餐 他是研究快乐的先驱 大卫森在实验室 发现冥想带给脑部的好处多多 我们坐在旧金山 一家越南餐馆的户外雅座 他剪了一个颇为孩子气的发型 户外的风不停吹动他灰黑色的头发 我们一边吃春卷 大卫森说起他的阿嬷 有一次跟他说 冥想的科学原理带给他很多启发 尤其是一大早冥想的时候 如果科学能帮助达赖喇嘛 那么带给我们其他人的注意一定更大 我们太常把科学与灵性视为对立的力量了 好像他们非要消灭对方不可 但图图大主教表示 很多不同领域的知识会指向相同的结论 他称之为自相印证的真理 他相信这很重要 达赖喇嘛也再三确认 希望这本书不会被写成一本佛教或基督教典籍 而是一本所有人都能读的书 不只有个人意见或传统 也有科学做佐证 老实说我是犹太人 但自认没有宗教信仰 听起来有一点像某个笑话的开头 有一天 一位佛教徒 一名基督徒 和一个犹太人走进酒吧 点点点点 生日蛋糕的第三层 是这一星期以来 与达赖喇嘛和大主教 在达兰萨拉所发生的故事 这些贴近个人的篇章 希望让读者能一同参与这段旅程 从初见面的拥抱 一路到最后的道别 本书最后 我们也收录了一系列感受喜悦的练习 两位精神导师都分享了 他们日常的功课 他们的情绪与心灵生活 皆由此获得安定 我们的目的不是 罗列一份挪合欢喜 过生活的训练清单 而是想与读者 分享一些方法和传统 这些方法不只适用于 达赖喇嘛和大主教 千百年来 也有无数身属 不同传统的人受惠 但愿这些练习能够帮助你 结合前述的教会 科学和故事 在日常生活中实践 您是圣者的眼睛 我十分有幸能与当代 许多伟大的精神导师 和科学先驱合作 协助传达他们 对于大众健康和福祉的动见 其中很多科学家 都慷慨贡献自己的研究 给这本书 我相信自己对喜悦的憧憬 好吧 应该说执着 我从小生长在一个笼罩在忧郁阴影之下的家 年纪还小就亲眼看到并感受到那样的痛苦 我很明白 人有多少的煎熬 其实发生在自己的头脑和内心里 我觉得我一生追寻 想理解喜悦和苦痛的历程 在达兰萨拉的那几天 到达了巅峰 使人惊奇 但也深具挑战 我充当所有人的使者 旁听了五天的访谈 凝视这世上最富同情心的两个人的眼睛 有些人说 只要精神导师在场 就会有神奇的感受 我对此十分怀疑 但此行从第一天开始 我就发现自己的脑袋汪汪作响 让我惊讶不已 但这或许单纯显示了 我的镜像神经元 脑内那些具有同理能力的特殊细胞 正在内化 我从这两位无比慈爱的人眼中 看见的事情 幸好 将他们的智慧去无存经 肩负这项重大责任的不只是我 图丹金巴博士始终陪伴着我 他担任达赖喇喇的首席翻译 已超过三十年 本身也是一位佛学家 他曾出家多年 但后来放下袈裟 在加拿大结婚成家 这段经历使他成为转意两个世界 两种语言的最佳帮手 我们除了在对谈时坐在一起 金巴博士也协助我准备问题及翻译回答 他不只是我信任的合作者 才成为我的好朋友 访谈中的问题不全是我们自己想的 我们邀请全世界的人提出关于喜悦的问题 尽管后来只有三天时间会整 却收到了上千个问题 有趣的是 最多人问的并不是如何为自己找到喜悦 而是身在一个充满各种苦难的世界 我们如何能够活在喜悦中 这一星期间 他们两人常故意用手指动弄对方 随后就轻易地牵起手来 第一天午餐时 大主教说起他们有会一起出席演讲的故事 当时就在他们准备上台时 达赖喇嘛 这位全世界爱与和平的象征 竟然做事要勒大主教的脖子 大主教转过身对达赖喇嘛说 够了哦 有摄影机在拍我们 快点表现出圣人的样子 这两个人提醒了我们 重要的是 我们每天选择成为什么样的人 就算是圣人 也要表现出圣人的样子 但我们认为圣人应有的表现 庄严肃穆 虔诚特己 并不见得是他们真正待人处事 或彼此相处时的样子 大主教从未自诩圣徒 达赖喇嘛也认为自己只是一介僧侣 他们的人生看来充满苦痛与混乱 但他们却能在其中寻得平静 勇气和喜悦 与我们在自己的人生中向往的并无不同 他们希望这本书不只传达他们的智慧 也能呈现他们人性的一面 他们说苦为人所不可免 但我们可以选择如何面对苦痛 即便是暴政压迫 也无法夺走我们选择的自由 直到行前最后一刻 我们都不确定医生会不会准许大主教搭击 他的前列腺癌复发 而且这次治疗了很久 人未见起色 现在大主教正接受实验疗法 希望能阻止癌细胞扩散 当我们降落在达兰萨拉的时候 我最惊奇的是大主教脸上的表情 从他大咧咧的笑容 和亮闪闪的蓝灰色眼睛里 我看到了兴奋 期待 或许还有那么一丝担忧 以上就是本周介绍的畅销书 书名叫做最后一次相遇 我们只谈喜悦 作者达赖喇嘛 戴斯蒙图图 道格拉斯亚伯拉姆 出版社天下杂志 出版日期2022年7月6号